我们这边是Rentia 我们主要今天的目标就是想要来收集一下 大家关于你的租屋的各种经验 不管是好的坏还是许愿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一个收集 来去整理出一个大家最在意的是什么问题 它背后有没有什么共通点 然后借此来去调整 说看看我们之后有没有什么 在Rentia的这个计划里面 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是可以一起做到的 以下我就讲过也是我们今天大概的整理 我们是先用时间点来去区分整个租屋的过程 就是分成从找屋签约 然后再来进入我们要装修 然后规划空间到搬家入住这个部分 第三步的话是乘租期间会发生的各种事情 最后就是结束 就我不住这间房子的时候 可能会发生的各种经验 对那在一开始呢 找屋和签约这边 其实我们大概有 大家讲的东西有好的有坏的 那也有许愿的嘛 那但是大概就其实分成四个东西 那这四个东西其实是有 是有蛮多互相的观点的 那首先我觉得最多人在讲了 其实讲的是租赁双方 就是房东和房客之间的那个互信关系 互信的关系要怎么样处理 因为其实台湾大部分大家碰到的整个租屋市场 其实你面对的是个体的房东 而不是比如说专业的 这样的这样的人 那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 其实我们是会很需要 因为在比较缺乏 比如说制度或是流程的情况下 我们就会很需要去建立双方的互信 然后才可以往下来讨论 比如说我们之间的各种 比如说权力关系应该要怎么做 或是有什么事情 我们能不能装修 或是之后有碰到问题的话 该怎么办 对所以这个东西怎么样很快的建立互信 或者是比如说我们能不能够去定义出 今天什么样的房东 是可以很容易的和房客一起互相搭配 然后我们创造一个比较好的 比较好的一个租屋的经验的 其实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 讨论到蛮多的东西 但这个背由其实也会关系到 今天其实我们会需要讨论这些 是因为其实台湾的整个租屋市场 它是不透明的 而且其实制度法规都会相对欠缺的情况下 我们就会需要回到这种 比如说非常是靠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来去处理 对那另外一个在一开始找屋的时候 大家有提到的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是 常常有一些格局是你基本上几乎没有办法去处理的 比如说像是如果今天这个套房本身没有厨房的话 那你就算摆了一个卡式屋进去 你可能也很难煮饭 因为会碰到各种 比如说没有地方洗菜或是消防的各种问题 对那这个是前面就是我觉得这边最今天有一个蛮大的一个总结 就是其实我们会需要把很多的利息在建立人和人之间的互信上面 它可能有好有坏 对但这是一个台湾的目前的现象 对那在装修的部分的话 我们大概因为今天有在这一块讲话都是想要走我要自己装修房子的路线的人 那所以我们大概谈了蛮多是今天怎么样去确保我们有房客是有那个空间 可以装修自由度的比如说我们讲了蛮多像德国例子 比如说我们从空屋怎么样可以自己做到 甚至可以把比如说厨房自己的厨房搬来搬去的这件事情 那它背后有很多比如说像是房东的意愿 还有些比如像基础建设配合 那当然也有包含比如说我们家具怎么样可以用一个比较有弹性的或是比较好的二手家具市场来促进这整件事情的发生 因为要有这个之后我们才能来说今天要怎么样可以让真的房客可以去用一个比较合理的成本来去住到一个舒服的房子里面去 对那再来后面两个部分的话是那个成租和那个节约的期间 这边讲的因为通常会到成租期间发生的问题呢 就是我原本没有料到的嘛 所以我们这边大概可能比如说和室友邻居的沟通或者是空间使用上的问题 那我们后来发现其实这些东西有一些我们可能可以拉到前面 就是在前期找房子的时候就直接把它过滤掉 但是有一些东西其实还是会回到比如说和房东的全责区分 这个东西可能的确是要碰到的时候才能想办法的 所以我们有一种是可以事前避免 另外一种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发生的时候来去看 比如说我们下一期的合约要怎样调整才可以来解决 对那最后一个部分呢 解约的部分就是我们谈到蛮多其实都是点交的时候 如果没有点交好的话像是点交的时间也不一样 或是房东反悔的其实常常就会碰到非常多 像比如说押金被扣啊这样的问题 对那我觉得很快的讲完今天的东西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回来我们共笔会有Mirror的连结 可以看到所有的细节 那今天的讨论呢很谢谢所有的参与者 就是包含了Peace,Stella,哲复 然后还有Elko把念完 对一杰然后子余还有Running 就谢谢大家今天帮我们贴的所有的便利点 感谢大家 那以上是我的报告 感谢